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有事瞒着我 我不会生气 但我希望有一天 你能亲口将所有真相 都告出于我 袁大人请 好 瞧我 看心看入迷了 除夕宫宴后 我还在养伤 不方便起身 还望任大人见谅 无妨 毕竟你救驾有功 理当如此 自从除夕宴之事后 太子殿下便日日来袁水阁看我 每次来不是带些补品药品 就是带各种新鲜玩意儿 这间屋子都快装不下了 确实都是些新奇的玩意儿 这些我在安乐寨都没见过 帝小姐可真是好福气呀 还有这些信件 这些都是太子送到戴山上来的 这十年从未见断 太子殿下生性纯良 是世间难得的好郎君 帝小姐更应该真心相待才是 你不妒忌 你刚入京的时候 不是对太子妃职位势在必得吗 如今我对太子殿下一再无更多情谊 那日一同出现在五柳街 不过是要追捕中海罢了 并无其他 任大人何必为自己求而不得找借口 若你真的对殿下无心 那又为何不回靖南去 偏要留在这京城 日日出现在殿下眼前呢 你笑什么 或许对于帝小姐来说 一生一世一双然是你毕生所愿 但是在我仁安乐这里 除了儿女情长 还有其他我要在意的事情 那请任大人谨记自己的身份 不要和殿下过从甚密 朝堂之外自会避嫌 但若是朝堂之事 恕难从命 你 太子殿下 殿下 承恩 你身子不好 怎么不好好休养 啊 殿下 我和任大人 兰安乐 不要打扰承恩歇息了 跟我走 殿 太子殿下 此地人多眼杂 还望太子殿下可以谨言慎行 你确实足够谨慎 调教出来的人眼疾精湛 竟连我都骗过了 安乐何时骗过殿下 我是说刺客和怨书 在古籍山面前吸引得不错 毕竟我是殿下口中 智勇双全的人安乐啊 你有事瞒着我 我不会生气 但我希望有一天 你能亲口将所有真相 都告知于我 我没有什么瞒着殿下的 再说那忠义侯的事情 你不是都知道吗 然安乐 我想到一个地方 你或许会喜欢 你和我们一起去估论 你不想选择 我应该的话 你不想选择 我应该选择 你不想选择 我很想选择 我应该选择 我应该是安全的 我应该选择